台北内湖无照私人养护所的火警 造成了三名老红丧命 养护所的女性负责人 丁信负责人在今天上午 被依照过失致死公共危险罪 移送市邻地检署 而警方讯后在稍早裁定 30万元交保 他离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全程用毛巾遮脸 面对记者询问是否认罪不回答 时不时的还挥开镜头 不发一语快速坐上了轿车离开 不过警方还查出 这名丁信的女负责人有杀未遂侵占前科 他辩称案发地本来是打算当员工宿舍 并不是养护中心 但是也遭到三名死者家属初步谎言 说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家人 从合法的养护中心 被迁到非法的养护所 台北市长柯文哲呢 大家都说他对2024呢 接下来是不是要来选总统 但是接下来还要先面对的是 有连两起的公安事件 让大家觉得说现在是不是有点状况 好没有错 其实现在柯文哲被大家说 难道他真的是无心事政吗 他眼里只剩下2024的总统大位吗 因为现在被市议员批评说 柯文哲似乎已经成了兼差市长 好其实过去大家都知道 柯文哲他其实在刚当市长的时候 雷厉风行 他是严加查查各个违见 同时也勒令业者停业 当时是获得外界一致的好评 不过没有想到现在市议员痛批说 柯文哲没有在检讨公安 同时也没有在查违见 难道他已经无心事政了吗 主要就是进来台北市接连发生了两起的重大意外事故 好首先要告诉你的是 像是日前发生在台北市内湖区有公车问讲 他因为开车的时候打瞌睡 结果没有想到就冲上了人行道 一连撞倒了24辆的机车 最后造成了一死一受伤 同时当下有一个人遭到拖刑最后是丧命的 而现在被大家发现说原来这名司机他是毒虫 但是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 其实柯市府的处理态度也被外界批评说 似乎是甩锅而且完全都不具有同理心 好另外一起重大的公安意外事故则是发生在昨天 是内湖区的一家无罩的养护所发生了大火 不过当下其实事发的时候 整个铁门是锁住的 而且里头完全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 当然最后造成了三死的悲剧 现在接连两起的重大意外事故 柯文哲也被外界批评说他似乎是无心事正 不过我们接下来还要告诉您 这恐怕并不是单一事件 因为现在大家还说 这起养护所到底有哪些问题呢 进一步我们就要带您详细了解 好这家养护所其实它夺走了三条人命 而另外最新消息是将会在下午一点钟 召开记者会来对外说明 不过我们告诉您的是 这养护所它其实是非法营业 而且您知道吗 它没有任何的立案登记 好其实事发当下铁门申索 负责人完全都找不到 而且它躲在一旁 后来才被大家发现说 原来这位就是丁信负责人 不过其实附近邻居说 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这里头 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因为这家养护所真的很神秘 通常是大门申索的 只有把这个铁门拉开一下子而已 而且社会局人员上门击查的时候 他们通常还继续把门关着 只有放狗出来 而现在呢 还有这个市府员工爆料说 其实在台北市 至少有300家的无罩的养护所 这当中可能都会成为未来的未爆弹 不过针对了整起意外事故 我们刚刚已经告诉过您 在稍后下午一点钟 台北市政府的相关人员 将会对外召开记者会来说明 不过针对了这家这个私人的养护所 发生了三死的悲剧 现在经过调查 这家安养中心 它是非法营业 同时也没有立案登记 至于丁信负责人在讯后 被依照过失致死 还有公共危险罪嫌移送 邻居第一时间想要破门救火无效 而最新的独家监视器画面也曝光了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记者黄灵娟 好 这位公安庄记者 现在位置就在康宁路一段上的安养院 在昨天下午这里是金城大火 那在里面的三名长者 虽然在第一时间被救出来 不过都已经是失去了呼吸心跳的情况 那在昨天已经是造成了 两死以命为的情况 不过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这名伤众的男子已经是宣告不至了 那一场大火造成三死的情况 那这名丁信负责人去了解 他当时在火灾的第一时间 竟然是在旁边观看 我们来看一下独家监视器 民众当时是看到火焰阵阵颤出 想要从后门紧急破门而入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铁门 是关得紧紧的没办法打开 所以赶紧是呼叫119前来帮忙救火的情况 那赶紧将这三名老人救出来 不过稍早的时候火吊客已经回来现场 因为据了解这名丁信负责人当时是一度攻撑 这个其中一名老人先前有成烧棉被情况 因此现在火吊人员重新返回现场 要来厘清究竟当时火灾是怎么发生的 以及火灾发生真正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而这名丁信负责人在昨天晚见的时候呢 还一度是跑给警察追的 那后来呢是经民众执任了 警方呢最后将他带回去 现在人还在派驻做笔录 不过呢究竟是因为这个吴兆安养院 因此的火灾呢还是什么原因 现在呢我们将会持续在现场 问你掌握最新的情况 我们将时间交换给彭内出播 昨天下午在台北内湖康宁路一段 这一家吴兆安养院则是惊传火警 结果造成了三个人死亡 不过让大家非常生气的是 这一名丁信负责人 在案发当时他没帮忙救火 反而是站在旁边观看 甚至一度还想跑 附近的邻居说 他们看到火警之后 很想赶快去救人 但因为铁门铁窗的关系 没有办法救到人 而他们也说自己早就觉得怪怪的 原因是因为这名丁信负责人 总说是帮朋友照顾老人 但其实后来才知道 这家安养院根本没拍照 在大街上死命狂奔 闪避媒体镜头一旁远景 也只好跟着跑 今天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们给你体会澄清 面对媒体提问 他不发一语 甚至跑进后巷当中 他是安养院大火害死三命的 丁信负责人 疑似心虚躲躲藏藏 22日下午 位在内湖康宁路一段上的安养院 先是冒出阵阵浓烟 隔壁邻居见状 与破门救火 这时已经有大批民众惊觉围观 门打不开 只好赶紧通报消防 消防员紧急赶到现场 破门救人 造成了两死一命为的悲剧 但23日早上 第三人仍然宣告不知 开始就不知大 那我就敲 敲敲没有 我怕说里面的人是睡着 还怎么样 再用脚把他踹 踹那个铁门都没有办法 敲又没有 有一只狗在那边一直叫 可能是他做这种事情 怕人家知道还是怎么样 人家稍微看一下就不行 那个里面有老人 有小孩 有狗都在那里面 要整天都关着 据了解原本内湖成功路二段 由留性负责人经营的 合法长照中心 之后要求变更营业人 就是变成丁信负责人 原因是经营不善 加上工作人员难聘 接着2019年就歇业 移转至康宁路一段 不仅未立案 刚来不久就酿害命火灾 丁信负责人变成 都是我朋友要我帮忙照顾 我跟丈夫女儿照顾 每个月收一到两万元 当时刚好外出 死者可能都是在睡午觉 火雕科23日早上 二度重返现场 丁信负责人一度攻称 其中一名长者 先前有烧棉被的情况 不过究竟是不是想谢责 真正的起火原因 还有带火吊科 持续调查厘清 接着杨州上皇军台北报报 好 火警原因什么 现在要厘清 不过我们持续追踪 却才发现 其实这件事情 本来可以避免的 原因是因为附近的邻居 说他们早就觉得 这个丁信负责人 怪怪的 怎么会一次帮朋友 照顾这么多老人 所以早在一年多前 他们就已经跟里长 还有跟台北市卫生局通报 但是相关单位 却都只来敲敲门 发现没人回应之后 就没有再持续追踪 没有公开行程 没有事先告知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突然走近发生 养护中心大火的 内湖紫云里里长办公室 跟里长摇耳朵 嘻嘻嘻嘻 快闪离去 除了来关心旧选区 黄珊珊 更想方设法要止血 原来早在一年多前 无牌养护中心 附近居民跟里长 就觉得很不对劲 因为铁门几乎没有拉起过 几次看进去 都是念章舍 这边住那么久 都还不知道 这里有一个安养中心 开西朝 敲门没有人 开门就当成没有人住了 去年八月里长就已经打给1999 但中午时间无人接听 九月再次通报 想要了解 转接卫生局分机 成功告知卫生局同人 但两回通报都没下文 既遗憾又愤怒 这一个个案 昨天的这个汗事 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这样的柯市府 失能又失灵 请问一下 通报了有什么用 告诉你有什么用呢 市府曾上门击查池 闭门根 但社会局 卫生局也没继续追踪 柯市府23号下午才要召开 记者会不动 也被轰螺丝掉满地 记者杨琪浩宠月 SN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内湖一家吴兆安养医院 在昨天经传了火警 结果夺走三条宝贵的人命 丁信负责人 他在火灾当下 也没有协助救火 反而竟然在一旁观看 甚至还一度想要逃离 那么附近的邻居 其实早就已经觉得 这里怪怪的 而他却说 他是帮朋友照顾长者 先前立案长照中心歇业 所以他后来又把这三名长者 移到发生火灾的这个地方 刚搬来 偷偷的营运 竟然就发生了火灾 而当下邻居 其实是想要救人的 偏偏因为这个铁门 拉下来打不开 才会错过抢救的第一时间 在大街上死命狂奔闪避媒体镜头 一旁远警也只好跟着跑 今天有什么想说的吗 面对媒体提问 他不发一语 甚至跑进后巷当中 他是安养院大火害死三命的 丁信负责人 疑似心虚躲躲藏藏 22日下午 为在内湖康宁路一段上的安养院 先是冒出阵阵浓烟 隔壁邻居见状 与破门救火 这时已经有大批民众惊绝围观 门打不开只好赶紧通报消防 消防员紧急赶到现场 破门救人 造成了两死一命为的悲剧 但23日早上 第三人仍然宣告不知 开始就一直打 我就敲 敲没有 怕说里面的人是睡着 还怎么样 再用脚帮他踹 踹那个铁门都没有办法 敲又没有 有一只狗在那边一直叫 可能是他做这种事情 怕人家知道还是怎么样 人家稍微看一下就不行 那个里面有老人 有小孩 有狗 都在那里面 要整天都关着 据了解原本内湖成功路二段 由刘姓负责人 经营的合法长教中心 之后要求变更营业人 就是变成丁姓负责人 原因是经营不善 加上工作人员难聘 接着2019年就歇业 移转至康宁路一段 不仅未立案 刚来不久就酿害命火灾 丁姓负责人变成 都是我朋友要我帮忙照顾 我跟丈夫女儿照顾 每个月收一到两万元 当时刚好外出 死者可能都是在睡午觉 火雕科二三日早上 二度重返现场 丁姓负责人一度攻撑 其中一名长者 先前有烧棉被的情况 不过究竟是不是想卸责 真正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火雕科 持续调查厘清 接着杨州少皇军 台北报报